各位觀眾大家好 伊甸提斯克 將近有三個月的超大型活動 從1月10號到4月1號 因為時間比較長 所以分為前篇跟後篇 獎勵有卡樂瑪恢復方塊 附加方塊 還有一堆AUT 名譽勳章 星火 也有活動Buff 以及活動商店 基本上就跟以前的活動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特別介紹了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伊甸的糧食倉庫 以及提斯克的糧食倉庫 活動各為四周 一天入場一次 一周最多入場三次 所以總共可以入場24次 可以讓101等到260等的角色 進去打怪練功 15分鐘內可以在地圖內擊殺1000隻怪物 如果15分鐘內還沒打完的話 當天之內都還可以再一次入場 不會額外消耗次數 所以不用擔心 那大家不要小看這1000隻怪吼 這些怪的經驗值 就好比賞金洞裡面的怪 巴哈的大大也有幫我們整理了 各等級擊殺怪物能獲得的經驗值 這個經驗量真的非常多 大家可以發現 等級到219等之後 獲得的經驗值就不會再提升了 也因此想要獲得最大效益的話 可以選擇215到224區間的角色入場打怪 看到這邊的各位先不要急著入場 我們還要了解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裡面的怪物是可以套用經驗加成的 因此加杯卷務必要準備好 那我這邊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所有可以疊加的經驗加成 我將種類分為三大類 消耗型的 戰地藍卷100% 加天氣50% 加怪攻黃水10% 加經驗累積10% 加活動商店buff15% 加地圖輪100% 能力型的 極限屬性9% 加神之子SS角色卡10% 加戰地40格10% 加精靈傳授15% 加活動buff目前最高可以點到4等 也就是10% 最後攜帶型的 祈禱35% 加稱號10% 加精靈罪事30% 加經驗寵物20% 加祥魔戒3% 特定職業的額外加成 像是海盜的骰子 夜使者的挑釁 等等這些我就先排除了 祈禱就看大家要不要升到滿等 如果不想升也沒有關係 但記得要把格子點到最高等 這樣祈禱至少也會有6等 苦行我就不推薦了 除非你入場的角色戰力夠 又剛好本尊有苦行 又剛好跟本尊商城共同 啊不然開銷真的太大了 血盟界目前沒有方法可以拿到 所以也排除 高級服務目前絕版 使用在這個地方超浪費 所以也不納入考慮 那這個貴死人的勳章 就更不用說了 商城的加倍這個開銷也有點大 就交給大家自行決定 但如果你是打完倉庫後 還會出來繼續練等的 那就會建議買 以上比較有難度的 大家也可以自行排除 那因為最近六轉剛開放 大家都在練等打素材 所以天氣的價格非常可怕 建議大家可以等到有好心的大大放天氣時 再切角色吸天氣去打倉庫 在吸天氣之前先確認好 攜帶型的有沒有裝備好 再確認能力型的有沒有換好 吸好天氣後再把消耗型的吃一吃 最後開一個地圖輪然後開打 那因為裡面的怪血量也不少 裝備沒有一定的強度 打起來也會很吃力 所以建議大家攜帶打怪用的傳授 尤其你打的越快能吃到地圖輪經驗的怪也就越多 如果可以在地圖輪buff消失之前打完1000隻怪那是最棒的 我自己是不缺爆率啦 所以我帶的傳授有這些 那打完一場大約10分鐘 我從218的92%升到了219的30% 這真的很多啊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先到這邊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